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Some plays are so successful that run for years on end 有些戏剧 这个play在这名词是戏剧了 是如此之成功 和我们大家从具简单 跟so搭配结果状欲从具 如此以至于吗 以至于怎么样 They run for years on end 他们能不能翻译成 好多观众一直连续几年跑步 兴奋的天天跑步 没有人跑步 这个run是多一词 run在本文中生词中有 就是戏剧电影的连续上映 只不过这个词就一个用法 咱们就单词不用专门说了 在课文语境下看一看 戏剧电影的连映连续上映 注意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 咱们分别看一个例子 第一个 The movie has been running for two months 这部电影不能说跑步了 已经连续上映两个月之久了 咱们用的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还记得吗 表示持续的动作一直做到现在 还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完成进行时 这更对 那是不是继续连映 有可能也有可能不连映 我不知道 反正持续两个月了 在这看第二句话 The movie has ended its run 这个电影已经结束了它的连映了 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个run已经变成名词了 上面这个run是动词 但做名词做动词意思一样 都叫戏剧电影的连续上映 就好了 本文中还有一个重要搭配 就for years on end 这个on end 是什么意思 on end 固定搭配表示连续什么什么 连续三天 连续两年 连续五百年等等等等 连续什么什么什么 一般跟在表示若干时间的词后面 我们可以用这固定搭配 我们大声读下 on end 注意不要读on end 这个不连读 and中读要分开 慢慢来呗 on end on end and中读 叫连续什么什么 还有固定搭配叫in a row 也是表示连续什么什么 而且也跟在两个小时 三天等等等等 这些词后面 大声再读下第二个 in a row in a必须连到一块 后面不要读肉 不是身上那个肉 舌头勾回去 这个r要勾舌尖 读上 ro ro 这么一个声音 in a再连到一块在里面 in a row in a row 连续地什么什么 这两个是续语 你不愿意续语的话 一共副词也行 我们大声在里面 successively successively 也是表示连续地 有这个意思 但不要跟成功的搞火了 成功的是successfully successful加l1 这是successive 连续的 再加l1 叫连续地 就好了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 用的on end和in a row 要往往更加常见一些 因为在口语对话中 咱们不喜欢用successively 这种多音节的词都不好说 on end in a row 都是单音节的小字 咱们喜欢说 那么听力考试 当然特别喜欢考这几个习语了 我们先听一到当年的听力真题 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全程贯注 仔细听一遍 他又是暗示什么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选哪一个 开始 关于linda这个男的暗示什么呢 选哪一个 好 正确选项 应该选择c选项 大家选对了吗 she work on the chapter for quite a while work on 就智力在做了 他一直都在努力在写这个章 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 quite a while 相当长的时间了 为什么有相当长的时间呢 咱看着原文 再听一遍 这个看得特别清晰了 第一个男的说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linda这个那个什么书的这个序言这张 到底写完了没有啊 introductory 表示介绍性质的 chapter 表示书记里的某一张 介绍性的章节 就是书的什么前沿呢 或者这个书的这个大概介绍的章节 这么一个 ever 李老师以前说过 event 局中ever是表示 加强event 的语气叫到底 whatever are you doing up here bill 比如你到底干嘛呢 这ever表示到底嘛 Linda 到底这张写完没有啊 怎么看着这天天在写 怎么还没完呢 第二个男的说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hand rewriting it she's 就she has了 他已经花了连续好几个钟头重新写了 写完之后撕了重写 再撕了重写 花了好几个连续好几小时了 hours on hand 跟版文中的for years on hand是类似的呢 好了最后问他暗示什么呢 他努力写这张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 相当长quite a while 就照应这个hours on hand 连续好几个钟头了 对吧 好 我们再看in a row在评例考试中是怎么考的 我们再仔细评一遍 好 再来一遍 同时看选哪一个 No.25 It's raining again This makes it four days in a row Do you think it'll ever stop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的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a She wishes the rain will stop soon 牌希望这雨能很快停下来 为什么选a 看原文特别轻松 No.25 It's raining again This makes it four days in a row Do you think it'll ever stop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第一个男的就说 It's raining again 哎呀 天又下雨了 第二个女的也是啊 This makes it four days in a row 加上今天算的一块 可以一共连续四天了 Four days in a row 就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四天 就makes it four days in a row In a row 表示连续的跟on end是类似的 Do you think it'll ever stop 我再问大家ever怎么翻译 咱们说过 ever在疑问局中 可以表示到底怎么样 你觉得这雨到底停得了 停不了啊 这是总下雨呢 出不了门了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什么意思呢 她当然希望这个雨尽快 能够很快停下来就好了 这是重要的 两个连续不停地 放在一块 咱们记住就好了 好 第二句话说 In many ways This is unfortunate for the poor actors who are required to go on repeating the same lies night after night 这句话比较长 咱们看看语法成功的分析 据手的这个 In many ways 是借词短语做状语 表示在很多的方面 注意这个way跟in搭配 老师以前说过有奇异 它既可以表示用某个方法 也可以表示在某些方面 在这儿呢 有上去语境 不可能是方法 一定是方便了 在很多方面 是状语 白颜色呢 依然是句子主干结构 这对于那些可怜的演员来说 是很不幸的 哪些可怜的演员呢 互开始引导的黄颜色 从句到句末 明显是定义从句 修饰这些演员 什么演员 那些被要求每天晚上必须夜复一夜的重复 相同台词的演员来说 真是很不幸 天天说都烦了 生活很无聊 里面那个night after night 夜复一夜的画横线的部分 是在定义从句里面 内存的一个时间状语 夜复一夜的重复 相同台词 还有呢 我们看到go on doing something 李老师在词用中讲过 go on with 是继续做同一件事 go on to do 是继续做下面一件事 go on with 是不停的做冒事 本文中是不停的做 对吧 而不是继续 这就好翻译了 这是在语法上的一些细节 下面再看看里面一些重点表达 首先在很多方面 再次强调 这个way跟in搭配 有两个意思 表示用某个方法 或者在某个方面 在本文中有语境 一定是方便 你说在用很多方法 都如何说 本文中不通顺呢 指方便 指方便的时候呢 它跟另外两个词 respect 还有aspect 是同一词 所以本文中也可以换成 in many respects in many aspects 都行 这个大家注意了 这个去掉s之后 这个单词的发音 第一个方面 注音在后面 跟尊敬的动词发音 是一样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名词 respect respect 可处名词叫方便 第二个词呢 去掉s之后 是这名词的单数形式 注音在前面 大声了没 aspect aspect 所以way respect aspect 都可以指方便 而且一般的 都是跟这次in搭配 都跟in搭配 但不要忘记 以前十九课 咱们讲过另外一个 重点的习语 叫在不止一个方面 有不止一方面的含义 还记得吗 这个里边这way还是方便 叫in more ways than one 还记得吗 咱们不能说 in more than one way 英语不能自己瞎编 还是李老师嘱咐的 那句话 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必须人云亦云 老外说完之后 咱们跟着说 别自己编 就在不止一个方面 有含义 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 一般用在双关语 这个场合 咱们可以用它 咱们复习吧 86页的课文最后一行 86页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 Considering the amount she paid he was dear in more ways than one 对吧 考虑到这个老太太 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 这个猫咪的这个dear 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咯 这是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 这里面这个way 还是方便 这注意 好 这是一个旧知识复习 再回到剧中 它说很多方面 这这个事 this 就是指第一句话中 很多戏剧连续上映很多年 这个事 怎么样呢 对于那些可怜的演员来说 the poor actor 不能翻成穷演员 演员未必没钱 这个poor翻译成可怜的 为什么呢 这poor这个词 一般做表语的时候 咱们翻译成 这个贫困的贫穷的 做定语 一般是可怜的 he is very poor 这个人很穷 对吧 但是poor man 可怜的人 注意 在本文中作定语 是可怜的 这个注意翻译 对那些可怜的演员 什么演员呢 加定语从去 who are required to go on repeating the same line night after night 被要求必须每天晚上 重复相同台词的演员来说 是很不幸的 这里面注意措辞 require 这个呢 和另外一个动词request 咱们可以做个辨细 它搭配是一样的 中文也差不太多 都可以翻个要求 要求某人做模式 但你发现 这用法场合是完全不一样的 先读第一个 require require 再读第二个 request request 有什么区别呢 require 一般是命令式的要求 你不做都不行 一般是上下级 或者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长官 对士兵 命令式的要求 你不做不行 本文中就是 他并不想天天这么做 你不做的话 你下岗了 你没饭吃了 必须这么做 而request 一般叫客气的 礼貌的 请求 请您怎么怎么样 非常客气礼貌 本文中 他不可能是这个含义 而且你从语气 从发音 可以就结合到一块 那么比较 这个重的语气 require 口型大一些 客气 request 你看从 这个语气都能听到 发音口型 跟它含义是相关的 你看这两句话 是不是用的场合 还是有区别 第一句话说 you're required not to smoke here 不许在这抽烟 把烟给我掐了 第二句话 you're requested not to smoke here 我们跟建外平 我们用第二句话说的 更加客套一些 更加有礼貌一些 第一句话呢 可能这个人 是个带红菇的 脾气特别重的 我一个人呢 在公园员坐在长椅上 正抽烟卷 正这个 正看帽子呢 来一个老头 满脸是这个 一脑门子官司 上来说来 你赶紧把烟给我掐了 不许抽烟 赶紧掐了 不许抽烟 再掐一掐抽烟 你看我弄死你的 You're required to smoke here 不许抽烟 这个语气很重 当然我被烟掐了 老头一走 我又点一根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喊 我着急着你来 正抽着半截 又来一个女士 中年妇女 也是带着红菇 这位女士受过高等教育 说话特别温婉 这么说 You're requested not to smoke here 这怎么翻译呢 请您不要在这抽烟 好不好嘛 这回我真不抽了 胡托都酥了 好不抽了 这不错 这个用词场合不一样 本文中用第一个是对的 你不做都不行 必须这么做 而我们看后 go on repeating 咱们刚刚讲过 go on doing 跟keep doing 或keep on doing 在这是同一词 什么意思呢 不停地做毛事 重复性地多次做毛事 一直做毛事 不停地做毛事 这不能翻译继续 go on表示继续 我们说过是叫with or to do的 这个注意 是不停地重复 相同的台词 后面还有个习语叫 夜复一夜的 这是老朋友了 咱们第二课就讲过 夜复一夜的还能怎么说 night after night night by night 或者干脆用 one night after another 一夜又一夜的 叫夜复一夜 天天都这么做 我们再读一遍就好了 night after night night by night one night after another 如果日复一日的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咱们有过那个 day after day就好了 day by day one day after another 日复一日的就好了 夜复一夜的 重复相同的台词 那很不幸 为什么 天天总说一个生活没变化 生活很无聊 我们进一步说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know the parts by heart and never have caused to fall 这个one在这不能翻译 一二三四五 那个一 也不是一个人 就直接翻词 咱们翻译人们就行了 人们 would 是一个委婉的推测语气 说人们可能会 这个推测语气 这不是过去相当时 人们可能会以为 他们早就把台词背下来了 注意这个one 它形式上是单数 所以未移动词 也用单数处理 但中文翻译成 一般翻译成人们 翻译 人们可能以为 他们早就把台词背下来了 their parts 我们说part有两个意思 角色和台词 本文中当然是台词第四 know跟后面by heart 搭配构成功能用法 刚刚在题目中讲过 know something by heart 就像那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这个搭配能替换 本文中用的是know 后面加by heart 你再往后看 看一下我们110页的第十一行 往下看 第十一行 课文的最左边有那行数 五十十五这个 找第十一行 什么出现了 he had managed to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 by heart 他是否设法把信的内容背下来了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出现这个结构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by heart去掉 只用一个learn learn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 把某东西记住了 背下来了 但know something 单独使用 没有这个意思 learn单独使用 没有by heart 也可以表示 记住 背下来 你不信 咱们看看本文中也出现了 第十五行 往下看 第十五行 看这里有这么个表达 anxious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极其地想看一看 他的演员同事 是不是最终 把排词背下来了 learn his lines 这个learn单独使用 也是背诵 而且台词 在刚刚出现过parts 这个混成lines 动词和名词表达都不一样 非常漂亮 并且怎么样 I never have cause to further 这个cause 这个注意翻译 这个跟第二课里面 那个cause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叫理由的意思 做某事的理由 你看 A weake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我们讲过 我们的牧师老是不停地 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筹款 这个cause叫做事情的理由 这个地方不翻译成事业 表示理由 forter就是说话时 知之物结结巴巴 就忘词了 没有任何理由 去知物结巴忘词 但作者最后说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然而这却不总是实情 这个剧短小 却是五星级的 非常实用的黄金剧情 首先咱看什么叫the case the case不是那个案例 也不是那个事件 翻译成the true situation 一个真实情况 就我们说的实情 真实的情况 记住这个句型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这不总是实情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非常实用 这不总是实情 有的时候对 它有的时候就不对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句子 可以跟它同时记住 你看142页 在本书中 142页第十行末尾 142页的第十行末尾出现了 this wa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的确确是实情 咱们直接记成一般现代式就好了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确是实情 可以同时记 我们大声在那边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确是实情 在后面会出现 而且我们看在第四册 还有这么一个句子 这完全不是实情 在第四册第三课 Made for a man里面出现过 我们大声在那边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比如有人问你 就是有关你那个谣言 说你得艾滋病了 这是不是真的呢 我说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这浑水胡说八道 完全不是实情 这个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我们再举一反三 多几几个 再看几个 也是常见 新干件的没有出现 但是生活中很常用 还有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这可能不是实情 还有一个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这不一定是实情 在写作中 几乎是常用的 高频句型 希望大家把技术背起来 再读一下最后两个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这可能不是实情 再看最后一个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注意这个necessary 在读快之后这个 这个音节中毒 尽管字典注音是necessary 但老美一般都是necessary 中音后音 下来 this is not a necessary the case 这却不一定是实情 本文中说的是 这不总是实情 含义也是类似的 那么第一段呢 先介绍了一些 大致的背景信息 但是本文中的情节 故事情节还没有开展 第二段第三段 这个故事慢慢就 这个情节开始展开了 好 第一段 我们跟老师先暂时学到这